在Adobe Premiere Pro中,創建Proxy代理檔案可以幫助你加快剪輯 特別是當我們在處理高解析度像是4K、2K的素材時 有可能會碰到電腦跑不動的狀況 代理檔案是低解析度的版本 可以用來取代原始高解析度素材 這樣在編輯時就可以更順暢的進行操作 嗨大家好,我是阿成 看到這個標題點進來的你 想必或多或少都有在剪輯影片上遇到問題 接下來我會持續分享我過去九年從零開始學剪輯所遇到的親身經歷 如何解決問題以及一些剪輯的技巧、想法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讓你能夠在剪輯這條路上越走越順、越緊越快 創建代理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先建立新的專案檔 然後點擊左上方的文件 最下面會有個Project Setting 點開裡面會出現三個選項 點擊最下面的Ingest Setting 然後點擊Ingest 將Copy改成Create Process 接著下面就會有幾個編碼格式可以選 如果是使用Mac的用戶可以選擇ProRes 使用Windows的用戶可以選擇用Cinephone 但是要注意這個方式沒有辦法選擇代理檔案的儲存路徑 如果之後要重新移動會需要重新連結素材 按下OK後就可以將4K影片導入進來 接著就會自動跳到Media Encoder的軟體 這個記得一定要先下載好 Media Encoder會自動對素材進行轉檔 轉檔完之後需要將預覽視窗切換成代理素材模式 點擊這個加號 裡面可以看到一個切換代理 Toggle Process的功能 把它抓出來然後按OK 點擊一下 這個時候影片的名稱這邊就會出現藍色的小框 這樣就代表創建代理成功 這時候就可以流暢的剪輯素材了 播放也不會卡卡的 輸出的時候Premiere會以原始檔輸出 所以汪季切回來的話也沒有關係 輸出結果會是原始高畫質檔案 第二種創建代理的方式是將素材導入進來 選取素材 按右鍵選取Parses Reate Process 接著會跳出一個視窗 跟上一個方式其實差不多 選擇QuickTime 選擇Cinephone 這個方法可以選擇創建代理素材的位置 我們可以自行選擇放置在同一個資料夾內 比較方便整理 按下OK之後Media Encoder就會在背景轉檔 出現藍色小框時就代表代理素材建立好了 輸出也是會一樣按照原始的素材檔案輸出 通常我會建議代理檔案另外放在一個單獨的資料夾裡 這樣比較不會跟原本的檔案搞混 工作資料夾整理起來也比較簡潔 以上就是創建代理檔案的方法 如果在剪輯式可以影片時 發信預覽時很卡或是電腦跑不太動 都可以使用這個方式 畢竟升級電腦也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這個方法可以省下很多錢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或是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一定要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我會持續分享更多剪輯影視相關的資訊 我們下一期影片見